歡迎收看 媽媽好學 心機關都在互害 難怪生病好不了 這個病要小心 它會影響你的心臟 你的心血管 還有你的腎臟 對 要去而已 對啊 小朋友說媽媽我好累 好可怕喔 很快 他喝酒之後 他脂肪肝很嚴重 他每天都會有耐性 就變得比較滿 一切臉都很軟 他現在八公分 十年紀有在那邊 很快啊 但是他為什麼會到 這個腸器 其實真的會 好酷喔 疾病互相影響 原來疾病也有親戚關係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 分享疾病可怕的骨牌效應 到底器官互相陷害 會引發哪些更恐怖的疾病 精神內容馬上開始 很多這個中醫師誤會 我們的西醫 說西醫就是 見到這個一個器官 就治一個器官 所以耳鼻喉只會治耳鼻喉 心臟只會治耳鼻喉 腎臟只會治耳鼻喉 就是你哪一科專科 你就看哪一個病 中醫醫真的也很不合 不是這樣 我們就在看你的器官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看你全身 因為我們也相信 全身的器官彼此之間 是有某種 在互相牽引 好不神秘啦 就是他這個 我們這個森林 我們有一個詞 叫Homeostasis 就是這個叫做 這個有點玄的一個字 什麼意思 就是叫做 Homeostasis中文怎麼翻 就是宇宙的核型 對啊 這檔案 這檔案 那是均衡平衡的 這個意思 我畫你的英文都好好喔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而且是基本條件 其實很多東西 我發現其實都有相關性 所以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些疾病 會互相影響器官 在互相傷害呢 看第一個囉 婦科 嗨撩撩 進跟這些疾病有關 媽媽就是婦科 其實會有一些狀況 對 真的 這個我要平反一下了 為什麼叫我平反一下 爸爸也會嗎 不是 不是 我想說 媽媽就發說 我要平反一下 我要幫子宮卵巢 平反一下 她是因為子宮卵巢代言 對 對 子宮其實是一個 身體最強韌的器官 是 你看哪一個器官 要自創顏強韌 對 很好耶 自創顏強韌 所以江醫師 你要自願當大腸代言人喔 你表演一下嗎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好 好 我們提到說 其實你看子宮 其實是很強的器官 那本身它也是 卵巢也會分泌荷蒙 跟你剛剛懷石講的 全身的痕定有關係 那我是在想說 我們剛剛替她說的 到底什麼疾慣 跟這些婦科有關係 我先提一個 有趣的例子好了 之前我就有一個 年輕的女生 她是看什麼問題 然後就月經不來 然後她就是 你看大學生常常熬夜 打電動幹嘛的 其實常常月經不來很正常 大家覺得可能是壓力或什麼 她就是一連續來了 七八個月月經都沒來了 就是應援機會 被她媽媽知道說 怎麼可能半個月都來 一定有問題 然後就把她死拖著 來我們婦產科看門診 那我們就按照標準 把她抽了女性荷爾蒙 也抽了甲狀腺的問題 也抽了蜜乳素 結果一個禮拜後來看 蜜乳素就高到兩百多 高到兩百多 這個就是很怪異的 我們就排一個 頭部的核實共證 原來她 就切完之後 報告一出來 原來她的腦垂體 長了一個1.6公分的 一個6 一個0 可是這裡 你想到這裡 對啊 所以才說你看 這邊竟然跟妳的子宮有關係 真的是 那因為她最常見的就是 造成月經不來 可是妳其他的病 不會有症狀 那因為已經是兩百多 而且是1.6公分 然後我們就又仔細問她一下 說妳會不會覺得 最近私裡有點問題 她就說 她就說 是不是我太常熬夜 結果不是 原來是那個 壓到 對 然後結果這個我們就 你看這個狀況 有問題就趕快轉到神經外科 然後馬上就是安排兩個禮拜後 就是要做一個開刀手術 所以有時候妳月經不來 她還是要仔細檢查 不要說不管她 結果如果說妳像那個 不管她搞不好一壓破 妳試神經就壞了 王醫師講的那種病 是比較少 因為高米肌素造成的那個 就是是從腦下水底 長出來的 比較少 像現在開刀真的很進步 可以從鼻子進去 可以從嘴巴進去 從外面根本看不到動 一般女性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 高米肌素會怎麼樣 就是 妳的小孩子都已經國中了 妳的 妳的 妳就還在分一隻 對 所以我那時候不願吃兩隻 我就不然洗澡一擠啊 會噴奶 可是我那時候根本沒小孩 對 然後才發現有問題 對 那種去抽血 蜜蜜就也會略高 但是不會高到像王醫師講的 好幾百 他可能是五十 六十 對 這種最常見是因為用藥 還有壓力過大人也會 然後腳踏性功能低下人也會 這種反而比較常見 還有妳自己 就是 太搶身了 對 那一輩可能太搶身了 太常去揉他 刺激到 那個蜜蜜就是也會變乾 是有多搶身啊 是真的 因為蜜蜜 為什麼會內衣太緊啊 太搶身了 蜜蜜基數高這個 我真的是親身體驗 因為我那時候結婚兩年 都還沒有懷孕 然後那時候就去做一些檢查 那檢查其中有一項 就是檢查到蜜蜜基數 但是我那時候對這個完全不懂 他是說腦下垂體的一些檢查 然後就發現我蜜蜜基數有點偏高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為醫生就說 那你可能是壓力太大 因為我的那個基數沒有到很高 沒有像幾百 可能我記得那好像三十幾這樣子 他說那有點偏高 你如果沒有那麼壓力大 你可以還是可以自然懷孕 你要不要再等看看 我說不行 我很喜歡馬上懷孕 然後他就說那你就是先要 然後醫生就開始蜜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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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就開始蜜蜜了 醫生就開始蜜蜜了 而且因為他開始蜜蜜了 他說馬上 醫生說這一次在救我 馬上 癢力太大 對 癢力太大 他就說那不然你那麼急 我就是開藥治療這一塊 那我就說好啊 然後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吃那個藥 是早上 那個藥的負重非常大 我吃下去沒多久 我就 而且這兩個鼻子都鼻塞了 然後呢 那我看的確他有寫 副作用是鼻塞跟嘔吐 但不巧的是這個同時來的時候 我一邊鼻塞 一邊吐的時候 我就整個窒息 我就是在爬在裡面 對 你在吐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你用鼻塞 我就整個真的上氣不接下氣 然後我覺得我要噎死在馬桶邊 然後我做完這個之後 我就趕快打電話跟醫生講說 醫生是這個副作用 我跟妳確認一下 如果是這樣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吃這個藥 我這樣怎麼馬上懷孕 然後他就說 那我剪半顆 妳就只要吃半顆 試試看 吃完半顆之後 我之後是變一邊吐 然後 然後這樣吐到喔 吐一邊吐 對 但還是會想吐 對 但還是會想吐 所以我吃了半年 那個藥我就是 那半年就是只有 一邊的鼻子是烘的 但是我就是忍受 就是我希望 那到底是什麼藥啊 就是退奶藥 退奶藥 對 對 就是有的 那他度作用這麼大 他退奶藥其實就是 你命乳激素正常只是25嘛 你如果低於100 這個是可以靠命乳 降命乳素來治療 可是降命乳素 它就像剛剛妳講的 它會有一些不舒服 會想吐 對 對 對 不過其實就是說 像有些人生完小孩 他不想哺乳了 我們也是開那個給他退奶 就是傳統的退奶 生活 退奶藥 對 剛才那個案例是說 腦會影響妳的婦科健康 對不對 你知道有時候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 罕見的案例 那女生呢 二十幾歲 然後也是從開始 也是開始覺得說 整個人變得很怪異 媽媽一開始也就覺得 她中邪了 因為覺得怎麼會 講一些奇怪的話 個性又改變 然後甚至 她一動就昏倒 然後幾度昏倒之後送醫 幸好運氣很好 因為她那個醫生 有看過類似的案例 問一問之後 就做檢查就發現 把它單側的卵巢割掉之後 反正後來逐漸穩定 然後慢慢再回復這樣 其實雞胎瘤 它很簡單的定義就是 就叫做雞胎瘤 所以它會在卵巢的地方 跑出來牙齒 跑出來頭髮 所以它算是一個 沒有發育權的 不是...它是旁邊 就是它的組織 不知道怎麼分化就是 這些牙齒不應該長在這裡 可是它就藏出牙齒 所以如果我們牙齒 長出來的時候 有少一顆 你就應該要去長 沒有... 為什麼就這樣 你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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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不是... 沒有 這時候 心靈就在想說 我的腰是直接 都在那裡面 雞胎瘤 在不應該出現的地方 出現了雞胎 不過這個老實說 我知道肥胖其實真的會 引起很多的問題 沒錯 這樣有一天 就有一個二十出頭 一個女大學生來 那她很明顯就是 一個肥胖的女生 她的主述就是 她的頭很痛 而且她覺得她的視力 是不太正常的 然後她會聽到 有一些耳鳴這樣 而且她會聽到 她的心跳聲在她的耳朵 這樣子 對 然後她 我說妳怎麼來醫院 她說她沒辦法騎車 她說她騎車 車子一震動 就很痛 所以她坐計程車 可是計程車 一顛簸的時候 她好痛苦 她一直要摸她的脖子這樣 所以這樣的狀況 還是覺得相信 所以我們就趕快 把她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結果電腦斷層沒事 所以我們就幫她在急診 抽了脊髓液 從腰這邊這樣抽了一個脊髓液 結果發現她 腦裡面不正常的身高 腦壓 然後妳會誤以為說 妳是有腦癌之類的這樣 那這種很常發現在 胖胖的年輕的女生 她好不年輕 眼睛看得清楚 壞性的 對 然後還有其他 像是藥物 以前吃過一些藥物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把她搜出去 那搜上去的時候 在急診還有一些異常 就是說她除了胖之外 她好多痘痘 然後她居然有鬍子 然後她那時候在急診宴的時候 她血糖也是高的 然後妳血壓又高 妳血糖又高 妳腦壓又高 然後那時候她在住院的時候 我們在治療她的時候 她剛好月經來 她的月經是在後面才痛 而且痛苦欲生 所以那時候就會了婦產科 就發現 對 所以她這個多囊性軟巢 就也會讓她 也會讓她有高血糖的問題 還有一些 這樣 可是她這個腦壓膏 我們要治療的呢 第一個就是要減肥 所以她就倒回來 怪了說 我是因為多囊性軟巢 所以讓我變胖 所以變胖 然後我就腦壓膏嗎 這樣子 我說我們也沒有辦法直接說 這絕對有關係 但是真的是很少 很不幸的 就是妳兩個東西都存在 然後大家都會互相影響 可是如果妳現在不減肥 然後妳不去運動 然後不去降妳的血壓 血糖的話 妳未來真的變成三高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那妳絕對會比別人 心肌梗塞 我很常聽到動盪性軟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子宮肌瘤 其實有很多醫生想說 其實不太嚴重的話 其實不用處理 可是這樣好像遇到一個 還滿... 應該這樣講 其實那個中醫常常講 什麼金木水火土 然後每個丈夫都對應 好像一個無形一樣 當然那個在我們 不是說我們看起來 像無極之坦 但是其實有些理論 我們看起來也是對的 雖然有些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也沒辦法解釋 但有些情況確實也是對的 比如說 其實真的會 為什麼 因為 之前有一個那個女業務 她半夜跑到我們醫院急診 那時候她因為 她右下腹被那個 急診室的醫生抑壓就很痛 你知道嗎 不是每個盲腸炎 都一定要去做電腦斷的去診斷 我說症狀很像 我們就直接叫妳開刀了 然後那個急診室 醫生抑壓很痛 她就直接叫我們外科醫師說 妳下我的盲腸炎 她說症狀非常明顯 所以妳們下來安排手術 然後我想說 這個還是要眼見為憑 因為我們被計診室坑 妳已經不知道是 妳已經 所以我打電話 比如說是田醫師 我就下去看看 她今天穿什麼衣服 這樣 然後我就下去了 那如果是假胃呢 假胃就 妳就送啊 直接看就 就下去 結果我一摸 她真的很痛 但是我就覺得不對 這不是盲腸炎 因為我一摸下去 明明就一顆東西在那邊 盲腸炎怎麼會摸到 一大顆東西在那邊 就不是啊 我就說這個 這個可能不是 還是做個電腦斷層好了 就乖乖 我真的摸到一顆 結果我一切電腦斷層 她竟然有八公分的子宮肌肉 在那邊 很大 但是她為什麼會套 為什麼會覺得這種 在初學 她在初學 她剛好又往這邊 她只能往這邊漲 剛好在流血 當然那時候我們就是 因為流得滿厲害的 那時候我們就找副長科醫 副長科醫師說 這個可以做血管酸塞 結果她也是運氣很好 就塞住 就沒有怎麼樣 然後她就問她奇怪 我就跟她說你以前知道 你有什麼機油嗎 她說知道 兩年前知道 我說那幾公分 她說人家醫生說 不用管她 兩公分 對 我說為什麼才兩年 就變八公分 我說你有吃什麼 沒有 後來問來問去 只知道一個原因而已 你們猜就是那個原因而已 因為她轉業務是這一年 她都一直在喝酒 沒有 她一直在喝酒 她喝酒 她喝酒的時候 她脂肪肝很嚴重 你知道嗎 身體上的一些 肝臟是我們代謝一些 核膜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她就是因為變成脂肪肝 她滿嚴重的時候 有點類似在生肌荷爾蒙一樣 她就把它養大了 就好像有些那個男生 他五六十歲 那個胸部吐起來 也是因為一樣 你就問她 大部分都有鼻幹或細幹 或脂肪肝 因為她就是因為她身上有 因為男生身上也會有 女性荷爾蒙 可是如果你肝臟不好 那些女性荷爾蒙被代謝的少 程度就會升高 就會有男性女乳症 比較高 她跟醫次一樣 只是男生沒有子宮 對 像我姊姊她 她是屬於那種婦科問題 還滿多的那種 大概月經大概兩個禮拜 會來一次 而且每次來都會量很多 天啊 然後她就會很痛 她肚子會很痛 很辛苦 然後她又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她很喜歡喝冰的東西 甚至有時候 我們一起看電視或幹嘛 她會突然站起來 就說我要去拿個冰塊 她就會拿個冰塊 開始在那邊吃 她是個很喜歡吃冰塊的人 然後那當然到後來 大概有一陣子 她就是發現說 她的卵巢裡面長那個 巧克力囊種 然後我們家人就怪她 就說覺得她平常 沒有好好保養 對 吃冰啊 什麼不好保養造成的 然後她還沒有辦法 改掉這個壞習慣 就算她腹科已經很有問題 要手術啊什麼的 她還是會去吃冰塊 後來就... 後來她好像是 自己看電視節目 然後就發現說其實 因為她來月經很多嘛 所以她就有貧血 然後就是說貧血的人 其實其中有一個反應 就是他們會 口腔裡面的溫度會過高 所以就發現說 其實她會一直要去拿冰塊 來吃來吃 就是因為她貧血造成的一個 她的習慣 她受不了 就是妳會這樣說妳不要要吃 她就說可是我覺得我好熱 她就是一定要喝冰的 或是放冰塊在她嘴巴裡 所以就變成說貧血 讓她造成她口腔溫度太高 然後她要吃冰塊 那吃這麼多 讓她又復刻又很不適 她又會很痛 就一直這樣循環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造成什麼 後來她真的血熊數很低嗎 她是應該是 對 而且她 我們家本來就有地中海平血 然後她又有缺鐵吸土 這滿有意思的 因為缺鐵吸土 以前說太厲害 又會開始吃一些奇怪的東西 對 她就會有義食癖 就是吃土啊 吃鐵丁啊 吃什麼吃 不一定是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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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剛剛講的 其實那是結果 不然妳看日本人 他們也是超喜歡吃冰的 妳看冬天也是吃冰 也是喝冰水 那他們並沒有說這方面 問題比較多 所以反而這個是結果 就像妳說的 可能是因為這樣結果之後 他要吃這個冰來改善 那所以應該是說 妳回頭要去找那個根源點 是什麼東西 是內膜異味 是肌瘤是什麼 去把這個處理掉 對 不然妳看以前的人說 等於賣冰 等於在做醫生嘛 妳是賣冰的 大家都羨慕他錢算太多 不過叫王醫師講 妳就是要找到根源 對不對 王醫師你好像有幫妳 在解決子宮肌瘤問題 好像有幫他找到根源的問題 對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想到 就是骨骼關節肌肉跟腹科 到底有什麼關聯 那我之前看到有一個案例 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確 然後我在看到它的時候 它那時候三十多歲 對 那它為什麼要開這麼多次刀 是因為 找不出原因的疼痛 所以就看到說 長了子宮肌瘤 那可能是原因 所以就先切這個 第一顆子宮肌瘤 後來呢 過沒多久 第二次又長 然後長了之後 就再動就出 然後之後 就開始又痛 可是已經沒有再長了 然後醫生就懷疑說 那個可能是子宮問題 所以它的 就是子宮就被栽除了 然後都很嚴重 對 然後結果 到後來 子宮栽除了還在痛 所以到第四次的時候呢 它說是沾黏 是因為 前面很多次的手術 的傷口 有可能是沾黏 所以它就開了第四次 結果四次手術完了之後 還在痛 然後所以它就已經 有點心灰意冷 我看到它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是處在一個非常 它整個就是彎著腰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看到 它的骨盆其實有很明顯的 一些歪斜的情況 然後這個狀況 聽它的敘述已經很久了 然後包括從外表這樣看 包括它的肌肉 然後從比較高的 就是肋骨的地方 一直到大腿這個地方 它肌肉都是束得很緊的 那其實可以想像 它這麼劇烈的疼痛 它的肌肉自然會有一些 比較緊繃的狀況 那我們其實幫它處理好 肌肉骨的關節的部分 它就緩解了很多 那我們後來就是建議它 就是要好好的去照顧它的骨盆 因為它裡面就是 已經不想再開刀了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建議它 就是骨盆 包括骨盆底肌群的運動 包括核心的運動 都努力的再去做 它只要做這些動作 它的狀況就會 可以得到緩解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明顯 就是跟它的 跟它的 跟它的骨盆本身的狀況 有很直接的對應關係 有的時候我們真的不懂 像我前一陣子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一個比較久 沒認識一個姐姐 就是好朋友 我就叫她姐姐 然後她就突然打電話來 給我說 祖妮啊 妳更年期了對不對 然後我說對啊 真的沒禮拜 她劈頭就問我 妳更年期了 然後我說對啊 我說好幾年了 怎麼了 她說那我們 我有事要問妳 她說因為我最近不是很舒服 因為她大概現在五十五歲上下 所以可能是更年期 可是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她大概比我 大概有一兩年沒看到她 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大概老了 大概快十歲 為什麼 因為她整個黑眼圈這樣 黑到這裡來 整個人皮膚都黃黃的蠟黃 然後頭髮也乾枯 然後整個就沒精神 我就嚇到 我想說妳是怎麼了 她說因為她做了 婦產科的很多檢查 然後後來檢查到最後 婦產科的醫生給她說 說更年期是會有 妳去說的這些事情 但是不至於到 她比起每個晚上 大概只睡一個多鐘頭 她就醒來了 所以她就快瘋了 妳知道嗎 結果後來醫生就說 她要把她轉到 就是像睡眠障礙那種醫生 然後去評估 結果後來果然評估出來 就說其實她從年輕 就有睡眠障礙 然後她就說 我說那妳以前 是不是就睡不好 她說 是啊 以前就睡不好 但也沒有兩三個禮拜 都睡不好的道理 所以她就變成說 她認為是更年期 引發她睡不好 可是事實上 她從年輕時候 她就不好睡 她只是可能到更年期 因為人也不舒服 然後檜檬擠也不好 然後就整個燥熱 然後就很想發火 所以她就認為說 一定是因為睡不好的關係 結果後來去吃了 那個睡眠障礙的一些安眠劑 然後去配了 就是做好那個療程之後 就比較好睡了 比較好睡了 所以奇怪她就說 她那個更年期的狀況 再配合什麼荷爾蒙 這些東西 她就突然覺得 更年期就舒服了 然後人就好了 然後她就說 其實好像 也可能是我有睡眠障礙 她就自己開始也覺得說 可能真的藥物治療過後 她舒服了好睡了 她就覺得 可能真的是以前 她就有這個病史 只是她一直不把她 當一回事 那等到更年期了之後 突然整個發出來 她就覺得 都是更年期惹的禍這樣子 可是更年期真的有很多 後續的東西會被引發出來 對 有些有的沒的 先講一個故事喔 我有個禮拜一早上 然後有一個 大概差不多不到六十歲的女生 她左腳打了石膏 右手也打了石膏 結果要掛我的門診 她說 王醫師 我要做健康檢查 我說妳什麼時候跌倒了 她說 昨天 禮拜天 去爬個山 旁邊有那個流動的廁所 她的廁所比較高嘛 她出來的時候 不小心那麼高 她記一個 跌下去 左腳卡 右手一撐斷 可是我來說要做健康檢查 一般檢查完的時候 我說妳的問題應該是跟 更年期所造成的 骨質疏鬆有關 但她就回答她 我一句話 她完全沒有更年期的症狀 我們幫她做了一個 骨蜜檢查 因為我們診所有個 雙光脂骨蜜肚骨蜜 一座 所以就說 正常要在-2.4以下 正-1了 正-1 你到了-2.4以上的話 表示你真的就骨質疏鬆了 最起碼她的問題是 她是骨質疏鬆 那原因呢 是因為她更年期所造成的 所以我常說其實 女生真的老天爺 對她真的很厚愛 有荷爾蒙保護的時代 她真的身體很健康 可是過了更年期之後 這些問題都會發生 那至少靠你的敏感度 多盡期地檢查 所以老天爺也喜歡 所以老天爺也喜歡 年輕的女孩就對了 我們都不保護 對啦 這位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就是大家常常會講說那個 因為現在骨鬆 在女生的流行率是15% 對 停經之後 婦女反省15%都有 所以其實大家都想說 我什麼時候去測骨密度 因為那個要自費 我比較建議是 因為停經之後 你沒有女性會不會 你的骨質疏鬆真的很快 記得喔 一定要做雙光子骨密度 不要做那個超音波 超音波的檢查 它的那個準確度差很多 那個躺在 躺著那個的 然後一台機器這樣掃描進去的 對 那樣子全身的檢查 要做那種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已經驗出來 是骨質疏鬆 我們有什麼方法 我們該怎麼辦 K骨 鈣片 K骨維生素B3 K打針 幫助大嗎 對 幫助其實蠻大的 對 不過不好意思好像很多癌症 也會互相影響對不對 對 有些癌症的互相 什麼叫互相影響 互相小孩 就像 腹產科的癌症 最常就是跟姜醫師 你看又遇到它 又會變到它 對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的 腹下骨盆裡面 肚子裡面 其實卵巢之外 再來就是腸子 那腸子上面 有所謂的網膜 所以你看像那個 卵巢在長 就是說它一旦跳出去之後 它最喜歡跑的 就是跑到網膜 因為網膜上面很營養嘛 有很多脂肪 有很多東西 就喜歡跑到那邊 那他們就互相相害啊 那你跑到網膜之後 它就會造成 我們說是網膜的蛋膏 那它就會壓住腸子 造成你腸子的腸阻塞 腸阻塞之後病人 你就會營養不良 所以其實卵巢癌 最擔心的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最喜歡 就跑網膜 網膜就是影響到腸子 那腸子的走路 也可能會跑到卵巢 對 而且很多卵巢癌的患者 其實第一個看的醫生 是腸胃科醫生 是 家醫科我腸胃科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肚子脹脹的 然後消化不大好 然後有時候就 然後所以很多人 甚至覺得說自己 大概是更年期吧 因為肚圍好像越來越大 對 所以也不覺得還好 後來是去到 我遇過一個他很妙 他大概這樣子已經 八九個月喔 他都覺得反正更年期 就應該有 更年期什麼奇怪症狀 沒有 不舒服 肚大 消化不良 肚怪大 阿里不大都會出現 那他是說被人家拖去說 我們更年期 聽說我們應該做 那時候會子宮抹片那種 剛才王醫師有講 他就去做了子宮抹片 結果他上了內診台 醫生檢查 後來幫他做促診 就說 醫生跟他說 你待會兒 我再跟你講 你要進一步做檢查 他說怎樣 醫師是什麼 他說我幫你排一個 先不知道先排什麼 都普樂超音波之流 他說先仔細看是什麼 你知道 結果他那時候一檢查出來 他的卵巢的癌 像壘球那麼大量 卵巢也沒有那麼大吧 卵巢才好 卵巢大 他的卵巢有壘球大 然後他沒感覺 他覺得他只是腹脹 肚子撐撐的 吃東西好像很容易飽 然後是去子宮抹片的時候 被醫生壓倒 應該要講說 很多大家什麼婦科癌症 你得到一個卵巢癌 你可能就想說 我會不會得到子宮內膜癌 就好像大家都混在一起 對 你家裡如果有人有乳癌 你就會很害怕你得到乳癌 因為都會說有遺傳 對 遺傳 對 所有的癌症都有遺傳 只是說強度的強跟弱而已 之前有個病人 他就是乳癌 他已經十五年了 他一直在我們這邊追蹤 他說都沒事 就說都很安全 他有來就跟我說 江醫生你會不會開一點 軟便劑給我 我說你幹嘛你便秘 他說對 最近腹胃不舒服 我說你怎樣不舒服 他說就是有時候便秘 有時候會拉稀稀的 他說拉還好 拉他覺得還滿舒服的 可是便秘就不爽快 對 他說便秘的時候 他吃一點這樣子 拉這個蒜這樣子 我說你有沒有做過大行徑 我說你有沒有做過大行徑 他說我為什麼要做大行徑 他說我為什麼要做大行徑 我家裡面有大腸癌啊 我整個家族 我為什麼要做大行徑 我才四十幾歲 我為什麼要做大行徑 不要 症状就這麼不舒服 我說如果症状就不舒服 如果症状就很做無痛的嘛 不然好說歹說 我還叫人家那個無痛的 幫他打折 他才肯做 因為在賺塊錢這樣難怪 我還找了一個認識的 幫他打折 他才肯做 還真的 就出來說很多的癌症 它是有共同的 致病的基因在的 像那個大腸癌 那個卵巢癌 乳癌 都是一樣 你只要家裡的人 比如說像很多人 他家裡的人 比如說你家裡的人有大腸癌 你哥哥姊姊 一樣的意思 你都會說 這三個癌症 是有共同的致病基因的 所以都會要去檢查 就是會 不只只有那個器官 對...不是只有說 我得到大腸癌 我家人就只會得大腸癌 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大腸癌 卵巢癌 乳癌 三個是一起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 對 所以不一定男生 女生 因為卵巢癌 你有可能男生會得大腸癌 對啊... 雙弟姐 像如果你得乳癌的話 你要叫你哥哥姊姊去 去看你哥哥去做大腸 做大腸 好恐怖喔 好 再來看看 哪些疾病會互相影響 或器官在互相傷害 讓腸胃出狀況 跟腸胃無關 但是腸胃出狀況 黃醫師 骨科 知識會跟腸胃有關係 那我們之前 對 就我們之前就遇到 有一位她的症狀 她的症狀表現很像 因為她就是 各處的關節腫脹 然後有很明顯的疼痛 然後又睡不好 然後又經常有一些 比較憂鬱的這種狀況 那同時呢 她的腸道 就一直 有時候會有一些 便秘啊 有時候會拉肚子啊等等 那時候 我們在跟她溝通的時候 就發現說 她其實 很大的機會 其實是 所以我們就建議她說 你可能要從 補充益生菌開始 其實我們就 只做了這個動作 就請她補充益生菌 跟補充一些 那個Omega 3 魚油啊這些 然後她的狀況 她的發炎其實是 改善很多 對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從 補充品 這樣子的方式 去發現說 她其實 真正的原因是 在於她的腸道 有一些狀況 然後她的腸漏症 造成她身體其他部位 然後表現在她的 骨骼關節肌肉上面 這隻骨骼關節肌肉啊 很多都是最後的表現 那 那 這個最直接的關係 有一個病症叫做 那腸漏症的意思 對 她就是 意思是說 你的小腸裡面有很多絨毛 那些絨毛是 在推進就是 你代謝的東西 代謝物 可是這些絨毛呢 它可能會因為 你平常吃的東西 然後譬如說 加工食品太多 或者是有一些 環境荷爾蒙等等 讓這些絨毛受損了 這些受損之後呢 它就出現小洞 然後就造成有一些毒素 會從小腸那邊 跑到身體其他的部位 產生一些免疫的反應 或者一些過敏的反應 所以腸漏症很常 就是跟 那這種過敏 大家都會直接想說 是皮膚 比方說異味性皮膚炎 或者是說 像呼吸道的一些 這種過敏的反應 可是其實呢 它也跟肢體免疫有關 就是 這樣也有關聯 對 這還滿有趣的 對 那我們的皮膚跟腸味道 也可以有關聯 那像有一個婦人 她是55歲 然後她就是 在洗澡的時候就發現 突然注意到 原來她的脖子比較黑耶 然後她的腋下也比較黑 然後大腿皮膚那皺褶處 都黑黑的 而且摸起來不是很平滑這樣子 她就剛好在看電視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在談醫療的節目 就來講說 這叫黑色脊皮症 然後這個呢 很常串聯的 就是跟一些內分泌有關 然後最常見就是說 像這樣的人 特別未來容易有一些代謝的問題 比如說像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它跟那個多腦卵巢 也有關係 跟甲狀腺也有關係 就是一些內分泌的問題這樣 所以她就想說 那我50幾歲了 然後我都沒有去健檢 然後我會不會 其實也有糖尿病了 所以她就去找嘉義科醫生 所以她就做抽血檢查 就發現 血糖也沒事 血脂肪也沒事 都正常 但是她有貧血 所以就逼她 留下來驗個大便 結果大便驗出來 就要有淺血反應 所以最常見的大便 如果有出血 最常見的還是在 所以就幫她安排了一個 胃鏡的檢查 結果胃鏡檢查一進去 就看到了一個 不是很漂亮的潰瘍 結果那個潰瘍就把它切片 抓了幾塊地方切片 去做化驗 然後居然是胃癌 對 所以她 她的黑色急鼻症 居然是跟胃癌有關係 可是其實這是有相關的 因為黑色急鼻症 其實除了跟大家 都知道的就是跟內分蜜痕 有關係之外 代謝有關係之外 其實如果說是很快的 然後短時間突然發出來的 黑色急鼻症的話 你還要考慮是不是有癌症 那很常更可怕的一個 統計數字是 如果是消化到裡面的癌症 這些病人再把它調出來去看 大概九成的人有黑色急鼻症 那那個黑色急鼻症 你看後面的脖子 我們脖子大概一般人 比較瘦的人 大概也可能會有一條 一條或兩條的痕跡 在那個痕跡上面 它會 你就覺得它的色差會比旁邊 會有兩階以上的色差 這個很明顯 就感覺洗澡沒洗乾淨的人 對 它上面會有個急鼻的意思 這個急鼻就像有點類似 就是像海生那個會有凸起 然後那個會有像一排 類似這樣凸起的像這樣 所以你看過一次就 顏色比較深 摸起來不是憑著有凸起的話 它基本上就屬於黑色急鼻症 好 再來看看還有什麼 跟我們互相影響 對 驚想不到疾病竟然是傷心的 其實說到這個心真的很害怕 因為其實譬如說 很早就說什麼 心腎本一家 對 這真的會影響到嗎 心跟腎臟 真的 他們兩個的關係 就真的相當密切的 不知道在他們印象中 有一個知名的心腥王子 就是做那個沾心素的心腥王子 他當年被送到某醫學中心的時候 一開始他們都以為他是 對 後來發現好像酵素沒有生光 後來又覺得說 是不是心肌炎 然後甚至最後還裝上了葉克膜 對 然後後來又轉診到了台大 後來就是我們當年的科P 現在的科市長 對 發現了他原來是腎臟上面 長了一顆腫瘤 對 叫做四顆細胞瘤 對 是 結果那顆瘤它可能 散發了某些 原來不應該有的激素 而造成了他心臟那些症狀 然後原因一時 因為這個瘤又以前比較少見 後來大家都認識這顆瘤了 藉由科P跟欣欣王子 對 那當時你看 就因為腎臟上這一顆瘤 造成他心血管的這些症狀 結果 陰錯陽差就切了一隻頭 這好可怕 因為那時候跟欣欣王子 在舞台去還滿熟 我們還進去看他 那真的是 就是整個昏迷狀態 嚇死了再加護病房 結果怎麼知道走出來的病 其實是這樣子 然後對 可是已經卸掉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們 因為現在大家常在做 流行病學上的研究 其實有些原因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會說什麼病發生率高 這個人也會容易得到心臟病 有時候是 在我們心理上 我們也不是有很好的解釋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個 乳癌的病人 他因為身上有幹線 所以他每次來做 手指防超音波的時候 他一坐下來一躺下去 那個蟲就要換蟲來擺 因為血血超級多 對...後來我就逼他說 你趕快去看皮膚科 後來他就照光 有的沒有的 後來就好很多了 結果後來有一陣子 他又來做超音波的時候 又開始這樣平衡血血 我就說 你怎麼突然間又發這麼嚴重 他說沒有 吃那個藥 就難吃了 又要吃了 他說這樣沒關係 他覺得這樣子 血血就血血 他也習慣 他反而不覺得怎麼樣 他就覺得那個藥很難吃 因為等一下我要去照光 他覺得太麻煩了 他後來又沒去做 他說麻煩了 沒關係... 就不管他 我就想說那你不去 就不去嘛 你自己都說沒關係 對我來講只是麻煩一點 每次幫你換個床單而已 結果那一天莫名其妙 在底下計程師 我就看到他躺在那裡 因為是我的病人 因為他家屬在那旁邊 我認識 我就走過去我看我說 他怎麼躺在那邊 莫名其妙 他很怪喔 對 他四十幾歲 然後他沒有三高 他沒有三高 你算起來他是沒有高血 因為他沒有代謝症候血 他是沒有那個 會心臟病的那個危險因子 都沒有啊 就四十幾歲就心臟病 然後那時候去做導管 是有打通 也放了指甲 然後他就在追究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嗎 很奇怪喔 他沒有道理他會這樣子啊 後來大家想去朝鮮說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我們只能用猜的啦 因為沒辦法去試症 你知道嗎 你血液當中的那個膽固醇 不能夠無緣無故的 去黏在你的血管壁上的 通常血管壁要有受傷 就是血管壁要發炎 所以當你身上發炎指數高的時候 就是肝血裡面有治療好 那除非是屬於發炎狀來說 你的身上的膽固醇 比較容易黏鎖在血管壁上面 所以才會造成這種毛病 就看到這樣 我們只能猜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是否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啦 所以在想說其實現在流行病院 也有告訴很多 莫名其妙的那種連結 就是肝血你也不要 只把它放著啦 你還是多治療 對你的心臟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就有肝血啊 我從大概青少年時期 就一直都有肝血 我一直都在跟肝血對抗 這幾年從更年級開始 是全部都在腿上 然後有一陣子是因為開始 關節會有點痛 然後後來 然後加上那一陣子 剛好乾起來很嚴重 我整個腿上都是 會癢嗎 還是就是痛 會一直脫皮 然後就一直紅紅的 然後一直脫皮... 然後後來結果皮膚科醫生 也很正視這個問題 他就先什麼驗血啊 什麼東西都來了 然後後來又去脹 因為他說他怕會有 轉成什麼關節的一種便秘 就是病便 然後也去檢查 後來就說還好沒有 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他說關節還是要小心 因為他說有可能以後會變成 就是關節的問題 然後後來就去做照光 然後吃那個藥 那個藥真的難怪 很多人不願意吃的原因是什麼 我那一陣子 手跟腳的皮啊 脆弱到 我只不過開個那個 寶特瓶的 破皮 罐子 一轉 我手上的皮就全掉了 好嚴重喔 真的 好脆弱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原來 肝血是這麼嚴重的病 因為剛開始就覺得皮膚不好看啊 就擦藥就好了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會引起 身上很多的 全身的 全身的一些病變 而且它又不是會傳染的 你剛開始是會怕說 人家看到不好的意思 會被傳染的時候 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我自己會很嚴重 你知道嗎 才會開始乖乖地擦藥啊 吃藥 然後定期要回診 那你聽完這個 就下次要給醫生看 我有時候會胸痛 他不要檢查 他說 壓力好大 來 很多小朋友 會感冒 會喉嚨痛 然後媽媽就很擔心來看 不管是看小兒科 家醫科或兒鼻兒科 那基本上我都會看喉嚨之後 只要看到一種很特殊的疾病 化膿性扁桃腺炎 我們就跟媽媽講 那因為這個病 如果是因為煉球菌引起的話 它這個病 不只會影響你的扁桃腺 它會影響你的心臟 還有你的腎臟 甚至那個化膿 基本上如果沒有請兒鼻兒科 把它抽掉的話 你開始用藥 你可能兩天 三天 那個燒才會退下來 所以說這個病 小朋友基本上 如果說它有扁桃腺比較大 很容易有化膿性扁桃腺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 能夠早一點割掉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扁桃腺 基本上到了青春期 你十七八歲之後 它基本上沒什麼用 可是它可能在七八歲的時候 一直讓你反覆性的扁桃腺發炎 會影響到什麼 有時候變成 有時候會引發肺炎 那這其實沒有用的扁桃腺 可能過了十歲之後 它還是存在 還是那麼大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 像鞍唇蛋那麼大 用很多隱窩的話 其實早點把它拿掉 會比較好 否則真的 你會變什麼 或是說那種腎臟的那種 腎絲球發炎的話 其實對身體都影響很大 不是扁桃腺 就扁桃腺而已耶 扁桃腺而已 對啊 歌詞在王醫師講的是反覆的 對 所以一年七次 對 或連續兩年三次 重點是你的 你的身體就容易 帶著都是A型練球菌 對 所以它就一直來 你殺了它也殺不乾淨 下次又來這樣子 那A型練球菌 以前在古時候 沒有抗生素的時候 就是剛才王醫師講 就是那些併發症 是在古時候 是很討厭的 以前的那些古典的名著 得了什麼心紅熱 都快死掉 對 現在心紅熱已經不用通報了 因為抗生素的年代 心紅熱抗生素下去 你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原則上這隻細菌 那些併發症比較少 那唯一就是 剛剛王醫師講 如果你真的反覆反覆 一直來的話 也許我們會建議 把這個扁桃腺處理掉 對 那但是有的時候 在流行的時候 我們科醫師都會特別注意 那有些小朋友真的是 他就是 他上一課還跟你說 媽媽我好累 下一課就休課 好可怕喔 對 很快 非常快 你現在就提前就先割掉 那些不見得扁桃腺很腫 就他可能 他就是剛好 那個毒素特別的多 對 所以原則上就是 這個的確是一個 很恐怖的疾病 傷到心就對了 對 不過剛剛蘇寧姐講的 那個皮膚好像 田醫師這邊也有個女生 有這樣的狀況對不對 對 然後她是一個 三十歲的女生 她非常漂亮 我對她印象很深刻 因為她非常高 她大概快一百八 然後皮膚白痴 然後真的是美女這樣子 對 然後 那時候她來急診 就是說她胸痛 而且她說她的胸痛 是前胸痛到後背 而且一直痛下去 這樣子 她的痛真的是非常典型的 像是那個主動脈玻璃 所以我們就幫她 兩個四肢的血壓 又有異常 然後去做個S光檢查 就發現 她中隔牆真的是寬的 所以趕快緊急做了電腦斷層 妳就發現她是A型 A型的那個主動脈玻璃 那A型就是要趕快開刀 所以就直接從急診 就直接進刀房 連家戶病房都不先進 先進刀房 開完刀了就住進去 那個時候除了 她很漂亮 很細長 就發現她的皮很特別 她的皮拉起來的時候 可以像青蛙皮一樣 可以拉起來 就是可以拉很高的皮 沒拉過青蛙皮 就是很薄的那一種嗎 而且可以分開 可以分開 對 可以拉很長 對 譬如說我們幫她做心電圖 我們把那個東西撕開來的時候 她的皮是可以 對 有點像海神王 對 就皮肉分離的那種感覺 像妳的感覺 皮肉分離 但跟妳那種就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她的外觀 然後她又得了主動脈玻璃 就知道她其實 可以去驗一下她的精英 她其實就是 那像這樣的人 就是長得瘦瘦長長的 然後四肢特別長 很像蜘蛛的那種比例 然後這樣的人 她們的那個 她們的結地組織的分化 是異常的 所以結地組織 有的地方都會有問題 比如說骨頭 然後再來就是像血管的內壁 那她們很常見就是 會有高血壓 主動脈瘤 甚至主動脈玻璃 還有結地組織 在很小的地方 眼睛也會有問題 所以這些人 她們有時候視力 會有問題甚至會 很早就忙了 然後如果你跟 剛好年輕的時候 就發生主動脈玻璃 就像這個美女一樣 她就真的是 就是老天嫉妒美女 因為她後來第二次 第三次 就沒有再來醫院了 而且那個很有名的 真的還假的 沒可能 那個陳品還是 對 吳七雄 董事長就是這個病 或是 他們就跟那個 古代那個劉備一樣 手長過膝 手長過膝 所以我們也猜 劉備可能 可是劉備活很久耶 對 可是我們也猜 她可能是麻煩吃的 林肯啊 可能劉備那個 我是好朋友 好想其他本人來看一看 不會是 蘇老師說 今天看了那麼多 其實真的聽到會嚇到 我就發現 其實只是這個地方 有點問題 怎麼知道會牽連到 那麼多地方 也不是要嚇大家 就是多多關心一下 自己的身體 然後了解自己的身體 然後多多認識自己的身體 該做的健康檢台 還是要做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記得當媽媽好像很高 觀眾朋友 大家拜拜 好 今天我們來解決 網路媽媽的疑問 她說爸爸在處罰的時候 很愛用連做法 這樣子好嗎 那為什麼不好呢 這是有科學研究的 我們都常常說 如果希望手足何樂 我們只有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的手足 是同一國的 對 就是手足何樂的重點 就是讓他們覺得他們自己 同一國的 然後都被公平的對待 好 那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連做罰 這件事情 是讓你們變成同一國啊 因為 所以你們應該要同心協力的 遵守家裡的規矩 很可惜的是 研究就告訴我們 不只是小孩 成年人也是一樣 當然希望他們變成同仇 不是說同仇離開 就是同樣有這種 變成有團隊精神的這個 一個精神 這個意念在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 連做獎賞才有用 好的 連做法呢 要不就是兩個最後都擺爛 再不然就是互相攻擊 都你啦 對… 所以在從這樣的一個 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 如果你把你們家的小孩 連做法 那有可能就造成剛才這兩個壞處 所以我們建議說爸爸媽媽 如果你們希望你們 還是變成同一國呢 做好事的時候 可以一起獎賞 但是當他們 有人做壞事 卻你不太確定是哪一個的時候 請他們告訴你 事情發生的經過 我們不要判對錯 哥哥講一套 弟弟講一套 我說你們兩個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請你們給我最後一個 共同的答案 但是今天我不處罰 先讓他們學習 我們能夠合作 想出一個真實狀況的答案 但是不會因為害怕處罰 而說謊 那這樣第一步過了之後 以後才有機會 讓他們之間 有正確的一個相處的模式